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5月4日宣布 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0.75%至1%区间 这是2000年5月以来最大幅度加息 符合市场预期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 美联储将于6月1日开始以每月475亿美元的步伐缩表 即每个月缩减3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并在三个月内逐步提高缩表上限至每月950亿美元 即每个月缩减600亿美元美国国债和35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美联储表示美国一季度经济活动下滑 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反映出疫情导致的供需失衡 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更广泛的价格压力 美联储预计通胀将回到2%的目标 劳动力市场将保持强劲 货币政策将适当收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利率决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没有积极考虑单次加息75个基点这一选项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3日宣布 4年前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两项行动 将分别于今年7月6日和8月23日结束 即日起该办公室将启动对相关行动的法定复审程序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将告知那些受益于对华加征关税的美国国内行业代表相关关税可能取消 行业代表可分别在7月5日和8月22日之前 向该办公室申请维持加征的关税 近期美国国内有关减免对华加征关税的呼声在起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近日也表示 美国政府正在仔细研究对华贸易战略 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是值得考虑的 5月3日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在官方网站上宣布了一项临时最终规则 向等待就业授权文件EAD的移民授予自动延长540天的工作许可 延期将适用于广泛的EAD申请人 包括获得庇护和寻求庇护者 难民绿卡申请人 临时保护身份受益人和一些工作签证持有人的配偶等 这一决定将于2022年5月4日立即生效 有助于避免因EAD续签申请迟迟未批的非公民就业缺口 并稳定美国雇主的运营的连续性 新的延期是移民局在去年11月宣布的180天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 540天的延期意味着那些现有的申请人在该时间段内 无需为新的EAD支付费用而自动续期 据悉这项新规定将解决移民局面临的150万份EAD申请积押问题 立即帮助约8.7万名工作许可已经失效或将在未来30天内失效的移民 从5月1日开始 加州将医保覆盖范围包括医疗、牙科和心理健康服务 扩展到所有50岁及以上的加州人 无论他们的移民身份如何 加州医保计划在2020年刚刚扩大到26岁以下的年轻人 随着规模的扩大 加州医保计划预计将为超过18.5万名加州人提供全面医疗覆盖 该项目的扩张预计每年将花费13亿美元 加州官员正在与非盈利组织合作 宣传扩大对加州移民的服务 5月3日晚 在洛杉矶对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准备推翻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韦德案意见草案的和平抗议中 爆发了民众与警方的小规模冲突 造成一名警察受伤 并促使洛杉矶警局发布了全市战术警报 当局称 在冲突发生前 约有250人在进行和平游行以争取堕胎权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3日签署总统令 对一些国家的不友好行为 进行报复性的经济措施方面的回应 总统令包括禁止向俄罗斯境外运输有利于被制裁的组织及个人的原产与俄罗斯的产品和原材料 禁止对被俄制裁的组织和个人履行交易义务和金融交易 禁止俄罗斯官员与受到俄制裁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交易 该法令将自公布时刻起生效 此外 普京还要求联邦政府在10日内确定被制裁组织和个人的清单